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片尾 忧郁的米老鼠慢慢的露出了阴险惨酷的笑容 并且嘴角越裂越大 最终自己的脑袋都裂开了 这时候画面越开始时针 建筑 街道 米老鼠都开始允许了起来 噪音般的培育也变成了这波奇妙的尖叫声 听说拿到片源的迪士尼负责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感觉十分的困扰 然后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员工替他继续看下去 在看到末尾以后被叫进去看影片的员工出来了 只见他脸色苍白 用额文大喊 不知道真正的痛苦后 就强下了警卫的枪自杀了 最后呢 据这位否则人说啊 这部影片在最末尾的画面是一句额文 这句额文的意思是在地狱的视线中把观看者带回来 因为发生了这些事儿 这部短片就一直奉取出现 从来没有公开并上映过 对其中的种种能量的真假 好不呢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不知道小伙伴们 你们对这件事儿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感谢观看